现代人的生活形态经常使用3C产品 近距离使用眼睛的时间变长 容易造成视觉疲劳等问题 试光器成雅玉助理教授 以非老花成年人之双眼视觉异常调查与改善的计划 获得国客会的补助 一般的话就是知道的是近视 近视的话大家都蛮知道的 但是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明明看得清楚 可是还是容易会觉得不适或是觉得疲劳 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两只眼睛 他们要互相协调做搭配 那当你这个协调性不够好的时候 例如说你的一个眼睛力量不够强 没有办法让你看近的东西聚焦的清楚的时候 那可能就会间接产生一些双眼式的问题 硕士生郑美银以蓝光跟抗蓝光产品 对于双眼视觉机能的影响计划获得 110年国客会大专生研究计划补助 同学指出他针对蓝光贴片进行研究 实验发现可以减少视觉的不适 眼睛的研究指出 现在的人们使用3C产品的蓝光会对于眼睛造成眼疲劳痠痛 我们实验后发现使用抗蓝光贴片 可以兼换眼睛的疲劳痠痛不适 试光系大四学生刘千妙目前正在执行 以虚拟实境结合双眼视觉检测之应用评估计划 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尝试比较传统验度与跟VR检测有无差异 希望能够让检查工作更加的顺利 试光系不只是以德国师图治病 培育学用合一的专业人才师生 更是投入相关研究 透过科学实验提升视觉照护的品质 大月时光守护您的眼睛健康